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做联合报采访主任的时候 张水江可能是另外一家报纸的 采访主任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电视在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出道非常早 开始在中网公司 在天涯杂志在联合报 然后联合网报 然后联合报做采访主任 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做广播电视 还去香港做过报纸 训练非常资深完整 我想水江在我这边 我还得过联合报 董事长的一万美金 为什么讲这些 是因为现在有些人 在市场上有些人 这个搞一些政治性的评论 是还蛮麻烦的 幸好有张水江可以见证 因为我是财经背景的 所以可能比较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比较没有正面的冲突 没有恩怨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联合报 我在公开时报 在时报系统 像我们这种人 人缘不太好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竞争当中 如果你赢过对方 对方就会恨你啊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所以我们一将称贵报为匪报 贵报 你说我们吧 然后我们就说你们 但是你是工商时报啊 而且张水江他是工商时报 我们两个经历还蛮像 但你比我厉害 因为你记者召集人 做到主任之后 因为我就离开了联合报 我到香港去了 你离开报社集团 对然后可是你做到 总编辑副社长 而且张水江先生 他做过年代 这个总经理 跟董事长 做过三例的执行长 我在年代做过新闻部的总监 那张水江得过美国爱森好的奖金 那现在他是三家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请到他 而且我发觉你跟我的生日只隔一天 是哦 不要说的话不好 我们两个都处女座讨厌鬼 从叠之处还蛮多的 哎呀水江 你看起来比较不像处女座 处女座的人做生意 好像嘎嘎的样子 我试着做 我试着做 你是试着做啊 是是是 我生日晚报了一些 原来你是故意隐藏了你的真相 乡下小孩 非蓄意的 今天请到水江的原因 是因为秋雨文化 他做董事长的这一家 秋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身就是秋雨印刷 是上市公司吗 是是是 目前来是 目前来是 哇 营运正常 谢谢 是董事长 来帮我们介绍 这个由秋雨文化所主办的这个活动 2015年极地风暴生态博览会 是是 是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去极地就可以 要 我们这个活动贯穿了整个暑假 就是从6月19号一直到8月底 那他的主题就是 要把目前整个生态的一个 危机的状况 介绍给所有小朋友一些亲子师生 所以这个主题馆将近六七百平就模拟了极地的一个生态环境 所以小朋友到里面去零下十几度 整个管区内会看到飘雪 还有用冰来呈现这种白色大地的各种样态 那我们里面会制作的大量的这种导读 就是一种科普教育的形态 让小朋友让老师在这里面去体会一下目前极地所面临的各种环境 所以蛮有教育意义的欢迎小朋友都来 那所以水江他这个非常大方的要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 有十足这个入场券 这个入场券现在预购应该有 有学校里面都有 那事实上学校老师反应都非常好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Coco姐报告一下 这已经是第四届了 我们一直在全程循环 那因为老师学校小朋友的反应一直都非常的热烈 那我们每年不断的创新题材创新内容 但是总是围绕在极地的生态环境当作主题 那由于各级教育机构学校评价都非常的高 所以今年新北市政府也是一样担任我们的指导单位 然后希望所有的学校老师在今年暑期的校外教学当中 都可以把这里当作重点 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好厉害哦 是啊 你喜欢看的企鹅也有吗 所以希望所有小朋友呢 我们今天特别请Coco姐送一些票 给我们听众朋友 然后今年地点也非常的特别 他刚好在台北捷运永宁站的出口 所以非常方便 走路一分钟就到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 特别是小朋友 欢迎你们老师带着你们一起来 自从6月19号差不多到8月底 快开始了 我们主题馆建置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今年还特别请了很多哈尔滨来的国家级的师傅 来呈现很多极地的这个冰雕的环境 而且还加入很多3D的元素 像有北极光啊 3D的飘雪这一些 因为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非常的厉害 我们也希望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台湾的这个科技之美 光看这些平面图就已经非常的震惊了 所以这个是在土城 全台湾的这个朋友都可以来嘛 你只要到了这个台北做监狱就可以到 那是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来提供给大家介绍 张水江先生秋雨文化董事长在现场 等一下你怎么样来索取我们的入场券呢 也马上回来咯 8点41分58秒 我是周雨靠张水江先生 我们过去在我在联合报做采访主任 他在工商时报做采访主任 虽然是敌对的竞争报纸 因为其实我们的直接竞争对象是中国时报 因此张水江跟我还有友好关系 也就是说在巴社里面有很多敌人的缘故 就是因为竞争 好水江是我的好朋友 那他现在是秋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国联创业投顾的董事长 是电视斗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因为过去有非常多的经历 哇好厉害 他是麻省的这个硕士 为我们介绍这个2015极地风暴升烫博览会 极地畅游极动体验 也就是说极地风暴失敬秀 换句话讲 我进了你们那个博览会场 就到了这个 我们希望塑造这样的氛围 是哦 那要穿什么衣服去 可可姐你有聪明 有Niccolo吗 我们 哎呀呀呀呀 您说对了 每一位来的观众呢 我们在现场 事实上我们准备了上千件的 有租借衣服吗 有有有 因为温度太低了 没有的话可能在里面不到三分钟就跑出来 哇 第一时间你要带你的那个很厚的衣服去 在里面呢 主要就是刚刚可可姐讲的 我们希望塑造那样的氛围 让您在里面接受像科考战啊 看北极光啊 像我们里面还有破冰船啊 在里面您可以体会在局地里面很多活动的样态啊 面貌 所以还蛮丰富的 为什么这个这个活动这么多年来能够一直累积这么好的 给民众这么好的CP值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真的叫做寓教于乐啦 连极地破冰船都可以去做啊 我们就是访极地破冰船 今年特别雕塑了一座破冰船 让小朋友可以站上去拍照 您这个投资很多很多钱呢 哎呦这个非常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觉得 相对于受到了欢迎程度值得啦 6月19号一直到8月31号 到8月底 也就是整个暑假 暑假很热的时候 你跑去极地实境的这个秀里面 那不是说很好玩吗 所以为什么这个活动能够这么受到欢迎 很多小朋友一定好喜欢 客观环境 就是台湾越来越热了 那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所导引的一个生态概念 就为什么在夏天办呢 当然Coco姐好聪明哦 就是夏天可以花一点点的钱 到里面去享受那种激动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也是 台湾现在每年的夏天 那种酷热的程度啊 会让你觉得 真的整个地球暖化不是 所以你们还有一些教育的 这个目标在 我们得到几位前几任环保署署长 他们已经退休了 像张龙胜署长 他退休以后 他现在变成是一个 极地的探险专家 他每年都会去极地 做一些探险活动 拍很多珍贵的照片 我们在现场还有摄影展 就是我们本土的很多极地探险家 到极地探险回来之后 把他的摄影作品在现场呈现出来 那他们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活动的企划 所以整个内涵非常的丰富 小朋友爸爸妈妈跟老师一起来的时候 我建议除了好玩之外 也从我们本土很多极地探险家 从极地带回来这些珍贵的资料 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所以换句话讲 他就是一次体验嘛 对不对 那体验他的地点呢 今年的地点是在土城 就是台北捷运永宁站 永宁站出口 一分钟就到了 对 三个出口 刚好就汇聚在这个展场 非常方便 我们今年有十组入场券要送给大家 一组入场券价值至少五百块 比五百块还高 0976-518-518 请听众朋友送简讯进来 你就说我爱慕张水江也可以 极地石锦绣 极地石锦绣 这个有在其他的地方展出吗 没有 没有 这在台湾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这也是我们台湾之光 因为我们这个在台湾的策展非常成功 所以我们这档展展结束之后 雅加达政府观光局 已经邀请我们 用台湾生态展览的策划的名义 到印尼雅加达去展出 所以这个是秋雨文化 我们自己本土所做的一个 极地风暴生态博览会 跟Coco姐说明一下 我们很多展览都是花大钱去买授权 买国外的授权 现在很多是这样 对 但是这个展览 全然是我们本地的 一个创意 就是我们从本地文创的角度出发 去做企划 然后做设计 甚至内涵很多台湾本土的科技在里面 还有这次比较特殊的一点是 我们里面展出一种叫极光鱼 它是真的鱼 为什么叫极光鱼呢 那是台湾养殖技术的一个大突破 然后它是真的鱼 它是透过养殖 然后把这个基因改造 然后全身会幻化出极光的颜色来 那我们得到本土的养殖业者的协助 那这种鱼的生态的关系 它还是在一种管制当中 只做展出 不得做销售 所以小朋友来 它是观赏鱼 观赏鱼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非常漂亮 在现场您可以看得到 好 这个6月19号到8月31号 它是没有休假的 没有没有 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6点钟 那请问一下水江 那如果要去参观的话 一个人要大概准备多少时间呢 才能够全部看完 来这里也可以测试您对温度的耐温状况 太冷了可以跑出去一下再回来吗 我说一下 很多小朋友在里面玩了一个钟头 玩到满头大汗 但是很多老先生 老太太进去一二十分钟出来 就骂死了 这么冷啊 你的意思是小朋友可以玩 就是小朋友有那个滑冰道 对对对 可以去滑冰 还可以细雪 可以打雪仗 可以打雪仗 对对对 那什么大月冰又是什么呢 那是我们请哈尔滨的高阶的冰雕师傅来 把所有基地的动物 都用冰 用非常漂亮的冰来雕刻出来 然后我们会做很精彩的导读版 介绍这些基地的生物 有北极熊有海豹有企鹅有新年龙有 北极熊还有雕呢 对 那所以还有那个梦幻共舞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梦幻共舞吗 对因为我们 就是极光雨 对极光雨还有北极光 然后我们为了让年轻朋友不是小朋友 在里面也好好玩 所以我们去伦敦东京考察的时候 就是类似于这种用冰塑造的一个夜店 或是小酒吧的感觉 所以可以让年轻朋友在里面 你这个喝喝一些小条酒 旁边是极光雨 对对对 然后你在这边喝酒 然后跳舞吧 对那小朋友你也可以喝一些饮料 那不是冰的地吗 对就冰的table 冰的桌子 冰的椅子 然后你穿着雪衣 然后鞋子还好 因为我特别为您铺上地毯 所以一般鞋就可以了 对 可可姐担心好多 我当然担心了 那我要穿美美去啊 是是是 我会来接您 那我可以要自己 自己可以带雪衣去吗 当然欢迎 自己的雪衣也可以 确实确实 有些人是自备的 那为什么那些卖雪衣的名牌店 跟你们合作一下才对啊 是啊是啊 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穿外面的 对啊 所以可可姐 你果然是爱漂亮 一如一网 当然了 我们去泰国看那个庙的时候 或是说开宫殿 有的时候他会叫我们 鞋子不太对劲 他叫我们穿他们的鞋鞋 穿完之后回来就会有香港脚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场不如地毯 所以鞋子是不用换的 鞋子是没关系 鞋子没关系 你就穿球鞋或一般走路鞋 但是衣服真的要特别配备 甚至我们现场还准备的手套 有些小朋友手太细了 那他在现场玩这个雪 玩这个冰的时候啊 怕小手会被动到 所以现场还准备手套 准备还蛮周套的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夜店形态的一个小酌 大家共舞 梦汉共舞之所在 可以让年轻朋友 小朋友喝个东西 就累了休息一下 对对 但是您坐的是在这个冰的椅子上 屁股可以坐下去啊 可以可以可以 铺个小地毯 非常的精彩 而且里面还有非常好的音乐 欢迎郭可杰来 那还有科考战是什么 科考战就是 我们介绍了科学家在极地探险活动的一些配备 他们极地探险的一些成果 他们在极地内太冷了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科学考察战 所以叫科考战 我们今年特别模拟 你把它复制过来 对复制过来 所以里面有科学家所使用的各种东西 让小朋友了解说 在极地探险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对关于极地的电影有很多 科考战也很神秘 那科考战的物资啊 这个供应啊等等也有电影 还有那个企鹅的电影 对因为像科考战 在那里能源非常缺乏 所以他们是用太阳能 供应他们本身的一些简单的生活需求 所以在里面的生活是非常艰苦 那因为整个北极的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的 我想各位最近假如有读李光耀的书的话 您可以见识得到 连新加坡这种小国家 在整个极地的这个争霸 都投下了非常大的财力物力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资源 跟未来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以前海洋大学开始啊 就已经有这个极地的这种探测船嘛 是是是是 好所以你们一进去就有一个 会看到一个极地破冰船 对 那这个船是不会 不会 不会动的 对就基本上不动 但是我们里面会模拟的 破冰船的各种需要的功能 就是原来的破冰船 对对对对 那还有会最后会看到北极之光 对北极光我们 这个我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拼任了几位高级的这个3D电影团队来 特别设计就是用3D的方式呈现 我们在这个展里面就是在很多角度上 希望呈现台湾在LED科技在3D科技方面的成就 从李安电影之后各位都知道 台湾在这一块的实力 事实上已经是超世界水准的 所以也只有像张水张这种是工商时报的总编辑 有科技界的人脉关系有科技界的背景 然后你还是出版出版界 然后你又在电视台做过事 所以你是把所有的影音跟实景 体验这种所有的元素把它一次展出 是是是欢迎各位 特别欢迎我们Coco姐的所有粉丝 我们听众朋友0976518518 我们有十组入场券送给大家 那一组是两张吗 非常谢谢水江这个 谢谢 看得起我们Coco早的节目 粉丝粉丝 我们听众朋友要跟这个水江这个飞吻一下 那水江的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 那极地冰风暴 你过去我们举办了几次 那一般他们的反应里面 是对哪一个部分其实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热门的 这看了不同的年龄城 像一般的小朋友他们进来 除了阅读很多极地有关的知识之外 他们特别喜欢打雪仗 特别喜欢滑冰道 就是非常动态 因为台湾非常少 没有 对对对对 不必到玉山去了 你到这个土城来就好了 是 那像一般的TinaJet 比较年轻人 他们就比较喜欢欣赏浪漫的那一部分 像北极光啦 像我们里面有很多非常浪漫的冰雕作品 那因为现在手机的拍照非常的普遍 你们也让大家可以拍吗 都可以做留念照 打卡干嘛都可以 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年轻病友在里面 这个真的手机用到耗到没电了 那我问你 那那个大概年龄城呢 现在是年轻人去的多 还是过去经验显示 基本上 因为我们这次比较 像我们的票物的推广 比较focus在学校 小学 国中 高中 对但是因为它有很大的浪漫的成分 像极地的这种北极光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幸福的方程式 所以很多年轻朋友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所以这个极地冰风暴的石敬秀 这个会让大家 在我们呢 当然除非你自己自己到这个极地去旅游 所以雄狮旅行社也跟你们有合作关系 东南 所以这个石敬秀 它是一次激动体验 而且它是一次亲子或者是说情侣啊 这个朋友啊 团体关系的一次 还有很多老师带着小朋友来做校外教学的 好好玩 大家都穿着雪衣在那里玩 然后小朋友穿上雪衣好可爱 尤其那种小小朋友 穿上雪衣就像小企鹅这样子 对 你还可以看这边看到迷路拉雪条 对对对 今年特别的雕刻 谢谢 谢谢水江也恭喜你们 抽语文化做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 大家传简讯来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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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